對 許主公道這件事 心北市長主理論 等出來無在籍投票 這個案 在中間 馬總統跟行政一定有更以外的志祺 但是蕊政博表示 這時間可能會不會有 就算這四位 虛化通貨 相近要還有五六五位的準備 想要在八位 許主公道 可能是不會有的 心北市長主理論 拿出無在籍投票 希望能看到許主公道的社會參與 馬總統跟行政一定有更以外 都表示 自此許主公道無在籍投票 不過蕊政博說 要推動無在籍投票 必須要收益公民投票法 跟共進黨三個八面法 在這裡是訂定無在籍投票專案 技術上是可以的 不過時間是不夠 就國民黨任務 在領事長是認為 只要條約有共鮮 收益人監裁的通貨 在根據裡面要提出 許主公道案 尊求看黨派 共同連數支持 把公民投票的這個範圍也一起加入到不在籍投票規範的範圍裡面 那我相信在兩個禮拜之內 我們就可以提出相關的草案 公投一定要過半 所以不在籍投票是可以考慮的 但是如果府院故意要用這樣的議題 偷渡總統大選的話 那麼民進黨是堅持反對 因為對於人 我們沒有過半的要求 對於不在籍投票的 修法的世界條約意見是不太一樣 累進不說 目前的不在籍投票是以境外 以前投票為主 也沒有考慮到海外的通信投票 就修法的範圍 是不是只能使用這個共同法 也是一邊使用這個總統大選 與其他選顧 在正中歡迎最後的怪異 記者綜合報導